那今天的課呢 我們會一樣 跟上禮拜會一樣會有一點跳脫主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勵志的新聞好了 這個勵志的新聞是這個 這個新聞還不錯 Ruby應該有聽過對不對 這個語言其實是用來寫網站 一個算很強勢的語言 那本來早期寫網站是Pearl 後來是PHP 然後後來就Ruby出來 就變成Ruby變得很強勢 那PHP還是有 但是Ruby的那個MVC架構 還有一個Ruby on Rails 它的MVC架構比較徹底 像PHP它是全部黏在一起的 那MVC架構 可以把東西切得比較乾淨 而且有了Rail之後 Ruby就變得在網站上面很強大 那 所以這個 Ruby其實 他 我今天才知道這個故事 我有買他的書 他寫得還不錯 那 像我有買一本叫 《松本行紅的城市世界》之類的 那本還不錯 那他 他 現在是蠻知名的喔 那 他的英文代號叫Matz M-A-T-Z 那 你會看到 他到底 為什麼會 發展這個東西 有一個 起源是他爸爸買了一台電腦沒在用 他在用 OK 很多人 其實我發現很多 在我的朋友圈裡面 有不少人 他們 都是 這樣子 出來 因為我們都是 寫城市的一群 我比較認識 那 這些朋友圈裡面 很多人都是因為 他小時候爸爸買了一台電腦沒用 所以他就 他就開始這樣 所以像那個 一些朋友 像 王錦鴻 像那個 展色湖 他們很多 很多都是這樣子的 那 有一些是 他從小他就 很想要一台電腦 然後 後來他 真的有了一台電腦 然後 然後他就開始一直玩 那像這種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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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覺得 最理智的地方 1990年 他從 竹波大學 資訊科學系畢業之後 開始 雄心壯志要 開發軟體 結果碰到日本 泡沫經濟破裂 然後結果 公司取消了他們的專案 然後也不再開發新軟體 然後30個人 團隊解散之後 剩下他和另外一個 兩個人而已 那留下來幹嘛 接電話回答問題 就這樣 你知道對一個城市 開發城市的人而言 做這件事情是 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真的對這個方面有 有興趣的話 你就叫他 你坐在那邊 所以他就開始開發 開發那個Ruby 結果 你總是要做點事 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 很多意外 但是這些意外 一開始看可能是壞事 最後 發現其實 一點都不壞 可能是好事 那這個 很常見 那這就是 這是我 我今天看到的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故事 那今天要講的東西 一樣是比較雜亂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先看一下 上禮拜 我們上禮拜的主題 對不對 各位還記得吧 我們最後最後 這一個 不是這 上禮拜的主題 最後 最後講到 這裡 上禮拜是不是講到這個 最後講到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呢 快速拉拉拉到最後 就是我們 做了一 就是在 因為那個 女男所的 的 李宗康老師的一個 一個需求 導致我在想 我該怎麼樣子 解決他們 這種 問題 問題就是 他們有類似 歷史人物 或祖譜的 那種資料庫 然後 他們現在要 要 有國外的一些系統 但是 不能用 他覺得不好用 然後 因為他納入台灣的一些 像商人 他本來都是 都是官吏 現在變商人 所以 他資料庫就要整個調整 資料庫要調整 官聯式資料庫 都是以表格為主的 欄位都是定時的 如果他沒有那個 欄位的話 那你 隨便加入那個 資料欄位 或者是 隨便改掉一個資料欄位 都會造成大災難 所以 那個方式 我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 官聯式資料庫 這樣子 用在你們的領域上面 實在是不太行 所以應該是要用 別種資料庫 比較適合 那要更彈性 更彈性的話呢 以現在而言 其實 我開始接觸 Node之後 我才開始 又恢復使用資料庫 很早期我使用過 Fox Pro 各位沒有聽過了 Fox Pro是一個 比SS稍微強一點的 資料庫系統 後來被微軟買走 現在還是微軟 還是有人在用 還是不少人在用 現在幾乎大家都不學這個 沒有聽說 因為我比較 潮流改變的 然後這個東西 通常就變成一種 叫Legacy System 就是 遺產 數位遺產 所以你說 你看到 現在還有人在用 Alpha 或者是Turbo Pascal 那種東西的話 你就知道 那是很久以前 現在還有人在用豆豉 不是沒有啊 豆豉現在還 不少人在用 所以 那個都是遺產系統 那這種遺產系統其實是很麻煩 因為 技術一直在 快速的改變 所有東西最終 都會變成遺產 那你要怎麼辦 保留下來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 讓 原本在上面運作的程式 還可以繼續運作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覺得 是還蠻麻煩的 好 那現在有虛擬機 所以一般來講會用虛擬機 試圖在 保存這些東西 這是可能的 那可是 不見得 一定都可以 有一些東西就是做不到 特別跟 底層系統有關的東西 常常會出問題 好 那下面這個是 我後來想的一個範例 我就把markdown 跟 他們的領域結合一下 那各位有在寫 寫Gitbook就知道markdown是什麼 那 把markdown跟他們的領域結合一下 那你就可以讓他們很快速的來寫 寫文件 寫資料庫 不一定是文件 你看裝表格式的也可以寫成文件 你 誰規定說我非得要弄個 介面 然後 讓你 一定有個姓名欄位 一定有個生日欄位 然後你就要把姓名和生日 貼在那個欄位裡面 有人規定系統一定要這樣做 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使用者 他本身就會打這種格式 那你幹嘛要他 一定要 填那個欄位 反而是沒有效率的 就好像 這其實有一點 一點那種 工具自爭 特別是開放原始碼 跟 那種 Windows 這種社群的 理念自爭 自爭是什麼 喜歡用 Vim的人 你就知道了 你用Vim 你什麼都用Vim 那你就 就 通通都不需要離開命令列界面 你就可以 可以一路到底 那 如果你今天要在 它的系統界面就是設計 有一個姓名欄位 放在那個 視窗表單裡面 那你要用起來 你就 很麻煩 我問了說 我下一個指令 Pipeline 轉向之後 把它導進去 然後就 做出來了 不行了 就變成說 我一定要 去填那個欄位 然後結果很多 工程師就會 討厭這種東西 因為他常常都要 Tenbook 幹嘛 他說 好 那我就寫個 寫個 Clone 插件 或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 Bookmark 然後 把它放在那個 Clone 插件上面 或書籤上面 然後一旦看到那個網頁 按一下 就進去了 但是這樣其實 如果你原本就是命令列界面 你幹嘛 幹嘛 還需要那樣的 方式 其實是可以直接 處理的 可以直接處理 你寫share share script 就可以把它處理掉 之類的 不一定share 反正你用 那個Python之類的 其實常常也在做這種事 所以 如果你原子格式就是文字檔 我覺得這是蠻符合我想要的東西 因為 你會發現像我自己的網站 我開發那個Wikidon 就是 東西目前都是存在文字檔 但是呢 文字檔當然也有它的缺點 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 它沒有辦法做很好的查詢和檢作 所以 如果你既然 你來繼承表格 那你這種東西 當然也可以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 那如果你把文字檔和資料庫全部 混在一起 那就OK 問題是 這種表格 既要容納這種 這種 表格的東西 又要容納這種 文字的東西 那什麼樣的資料庫可以 容納這種東西呢 比我現在所使用的資料庫而言 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適用的 我最近 開始 比較多 因為上課的關係所以 都去試了 我發現 還不錯 而且有同學做專題 我要教他 也就是 還不錯 像MangoDB 就是一個 文件是資料庫 它可以儲存任何 JSON 文件 JSON 就是JavaSquit Object Notation JSON 那那個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可以 任何東西幾乎都可以寫成JSON 文件 只要你把格式弄對就好 OK 除了影像塞不進去以外 其他的大概都可以 只要是文字型的東西 通通都可以寫成JSON 文件 OK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 弄一個格式 然後 幫他轉成JSON 然後再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 原始檔也是會存下來 存在檔案系統裡面 只是 轉成JSON 的部分就塞到資料庫 那這樣就好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 使用像這樣的方式來寫 寫 不管是 檔案 電子書 資料庫 那所以從上禮拜 我最近有時候會寫這種 十分鐘小論文 再插開一下話題 今天早上 昨天到今天我一直看到那個 台大 停止 訂閱 訂閱 那個 El Seville 的事情 對 那就是 其實我就一直在 抗拒這種事情 就是 所以我就不寫 不寫 其實不是不寫是 我覺得 第一個我不喜歡那個格式 第二個就是 我不喜歡那個 團體 那 我不喜歡他們 就是拿 拿那種 人家寫的論文來牟利 那這種東西是 我覺得 很多例 非常貴 那個期刊資料庫 非常貴 所以 台大都 具訂了 你看台大那麼有錢 他都具訂了 真的很貴啊 我想每個學校都在叫 所以他的定價是 跟你 跟你 談判決定的 那不是說我一個公定價格 不是這樣 他跟你談判決定 你怎麼談 有些人貴 有些人很便宜 也不會很便宜 通常都很貴 而且他每年調漲 他二十幾年來每年調漲 調到後來連哈佛大學都具訂 哈佛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學校 哈佛到底有沒有具訂 我之前有印象 看到一篇文章他們在討論 到底後來有沒有具訂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們還是在叫做 每年都調漲 真的是 很離譜 這個是 插開話題 那所以上禮拜回去之後呢 我們這種人就是 只要你有這個想法 就不會只是想法 你回去做 OK 我就在那去做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呢 就叫 先叫 Mark Data Mark Data 這個空白沒有排好 那基本上就是 可以把表格也轉換成Jason 然後可以把 物件也轉換成Jason 那 物件為什麼和Jason要轉換呢 是因為 Jason的格式比較繁瑣 對於他們那些人而已 我覺得 會比較不容易接受 所以你再把它簡化 就會比較容易接受 那這個是表格 那最後是 Parse 整個 所有東西都轉成Jason 那就這樣子 寫了一個程式 然後 看例子就知道 這邊是 Test.md 這就是那個 原本的那個例子 你看 排成 其實我沒有預期 排出來這麼好看 不過這一行 有點怪怪的 這一行 沒有換行 還是怎麼樣 反正他 沒看懂 那你看這個就OK了 排起來 超漂亮 完全 完全就是Mark Down的 想法 只是這個是維基百科貼出來的 就沒有 一個 所以你看 如果用這種格式的話 呈現起來就是 完全是 完全是你把它 Commit到Github 這是一個可以 很容易讀的東西 如果不要你看 LowSource 就延遲到 OK 那因為 這個為什麼剛剛會有問題 因為這裡多了一個空白 OK 應該是這樣 OK OK 所以這樣子 你就看到 其實呈現出來就會蠻漂亮 那 當我 我就寫程式把它轉成 從md轉成json 轉成json 就長這樣 這個 轉成json之後 轉成 轉成json 不只這樣 因為這個是 轉成json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我匯回來的 我已經把它丟到 丟到mangoDB 又再把它匯回來 丟到mangoDB 它會自動加上代號 加上代號 然後它會把它匯回來 那就變這樣 所以我寫了一個程式 去把它丟到mangoDB裡面 把這個 test1.mdt 這個東西丟到mangoDB 所以是mdt 不是這個md test1.mdt 在哪 在這裡 mdt 因為我自己訂的格式就不好叫md 它不完全是md 那md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不太喜歡 就是它的表格 不好寫 它的表格 連這一行 都要有這種斜線 所以我覺得 這裡有點討論 另外一個是它的開頭也要有斜線 直線 開頭也要有直線 結尾也要有直線 這就多餘了吧 所以我覺得你表格這樣子就好啦 比較簡單的就這樣寫 另外是 你看像這個 像這個就是 一個 看起來很像Jason 但是事實上它是簡化過的Jason 為什麼 Jason的規定這裡 外面要有自串符號 OK 但是其實我們寫在程式裡面的時候 這裡可以不要自串符號 可是你一旦會成Jason 是一定要自串符號 不然他Pass會失敗 另外後面這邊也要自串符號刮起來 OK 那 這種 只要是不認識的 通通都是自串符號 不是原生形態都是自串符號 只要不是整數 基本上都是自串符號 那不然就是正列 正列裡面 看你還有自串還是整數都可以 那像這樣 可是 你看這樣子寫起來就會 比較簡單一點 不過這個 這個沒有對齊 這個應該 對到這裡 因為我喜歡 因為我喜歡 編輯的時候把那個 Nopay夾夾 我都用Nopay夾夾 習慣上我都會設成 Tab 等於兩格空白 所以 我一旦沒有轉換的時候 它會跳 跳成這樣 那這樣這個就比較正常 像這樣子 所以 你就會發現 OK如果這樣寫的話 連那個 自串符號都可以省掉 那就 對對 對於人文領域的人 他們應該會覺得 這樣比較輕鬆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設計一個這樣的格式 後來我 我有去調整格式 這跟剛剛 同影片裡面看到的格式 又不太一樣 稍微在實務上面 會考慮 那調整完就做了 這一個專案 那這專案當然是 不會 這種專案是不太會有人用 那等到真的 有人用的時候就成熟 那後來我就想 那我 如果 如果 用這樣的方式 我能不能創造一個系 那這個系統呢 能夠 符合 幾個東西 什麼東西 稍微想想看 我現在知道的專題裡面 有兩組做 一組在做聖經 不是聖經 那個叫神學大學 不是聖經 神學大學 那另外一組呢 在做 做人力銀行 OK 那那個 閩南所的李宗翰老師 他們想要的是 歷史人錄的 那種 資料的建置 和查詢管理 然後呢 我自己要用的是什麼 我自己要用的就是 就是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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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b的 形態 Wiki形態的 MarkDumb的 好讚 那現在慢慢的 我要轉到 Gitbook上面 那 也就是說 用MarkDumb來寫書 好 現在上面所說的 五個系統 你有沒有辦法做出 一個 五合一的 通通都可以用 但是 系統不能複雜 要很簡單 但是五合一你通通都可以用 好 後來我會想 為什麼不行 可以嗎 好像可以 而且好像不難做 好像可以 可以 做得很好 後來做到昨天我就開始有信心了 覺得 我 我至少會把Gitbook換掉 就至少我自己用的時候我不會再用Gitbook 我會用自己的系統 說到昨天我開始有這種信心 我知道我可以 至少讓我自己 從Gitbook Gitbook又轉換回來 所以你知道 我從 來這邊交出之後我轉換了好幾次 我一開始是自己家贈 後來呢 用了 WikiDot WikiDot 還了之後呢 我又開始 自己 加贈 然後 就是現在的 WikiDumb 然後現在 WikiDumb呢 完了之後我又開始上 Gitbook 然後Gitbook完了之後呢 我現在又要回來 自己的BookDot OK 所以你常常會這樣 這樣 去維護你的資料 事實上 一代一代的 幾乎都不一樣 每一個東西 大部分都留下來 就是 像WikiDot的現在 網站也都還在 然後那個Gitbook未來 可預期它也會在 我從來不刪 我希望這些資料 就是100年之後它還在 對那100年之後它還在 你說WikiDot的資料 它可能 100年之後我覺得 可能不在 但是GitHub上面的資料呢 就算它掛掉 我想有其他的網站會Mirror接手 SlideShare上面的資料也是一樣 那你如果 我上次 上次有一陣子 前幾 一個 大概 幾個禮拜前 那個 SlideShare 還是不能運作的 因為有時候 不能運作 有時候啦 因為 你知道為什麼 SlideShare那一陣子 在我們 教室 如果有上課 我覺得應該會注意到 有一陣子 我不能開它 後來我開Speaker Deck Speaker Deck 就OK 然後 但是 那時候不能運作 其實不是SlideShare 的網站 有BUG 其實是故意的 後來查清楚 是故意的 為什麼 因為SlideShare封鎖 中華電信 沒有 沒有 因為 它曾經被 中華電信的網段裡面的 某些電腦 用DDoS攻擊 所以它就乾脆把整個中華電信的 它不知道那個是中華電信 它就把它封了 封了之後導致說 幾乎 很多台灣上 上來的人 只要你不是用手機上網 你幾乎 通通都會被SlideShare 倒到一個無窮迴圈裡面 故意不讓你進來 所以 那時候就有很多網友在叫 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對 就是 這樣子 所以 SlideShare 其實已經是很大的網站了 所以如果今天 它還是會掛掉的 它還是會掛掉的 你現在看多大的公司 未來 很可能又掛掉 像 這一個 如果你仔細去看美國的科技史 那美國科技史是非常有趣的一個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近代 那歐洲的科技史你會看到比較早期 因為 每一段科技史的重點會不太一樣 所以美國是在 1800年之後開始興起 科技史 1789年獨立 1800年之後開始興起 然後還有一堆 科技人物 都跟它的整個 商業界 結合 歐洲的科技史你會看到 其實那些科技人物跟商業界沒有什麼結合 但是到了 美國的科技史 它跟商業界結合的程度非常深 工業界非常深 美國 這一段時間 會變得越來越強大的原因 那 喔 在 在 這個信心 我覺得Google 可能會比我更早就掛 這很有可能 那 這樣的話 你 那些資料 放在Google上面資料 像 現在就已經很多 之前用無名小站的人資料都壞了 然後 一樣啦 你現在用Yahoo的人 Yahoo其實 非常危險 Yahoo 這家公司 能再撐幾年 其實是 沒得準的 我可以預期Google可能會比它久 但是能久多少也沒得準 那 所以 你要怎麼樣把資料保存下去 其實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那 我目前的 一個想法是 很簡單 多放幾份 公開被分 所以我會怎麼樣 GitHub放一份 DropBus放一份 DropBus是內部的 我比較喜歡放公開的 所以像GitHub放一份 然後GitBook放一份 然後再來 那個 內部的資料放一份 那另外是 公開的 像Slideshare SpeakTech 通通都放一份 這樣預期的話 就是 萬一其中有一個 那 你 另外一個 被分還在 那 只要一個 其中有一個公司 活下去 而且 在他有生之年 這個公司的有生之年 他的資料被其他的網站接手 他就可以一直下去 目前 我看到的辦法 當然你 我覺得其實最 比較徹底的解決方式是 為資料 建立像保險公司的機制 這是我覺得 很大的一個生意 但是現在還沒有人 會想去做這種事情 為資料 做像保險公司一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 萬一你這筆資料丟了 我會賠你錢 就是 只有這種方式底下 那些商業公司就會戰戰兢兢的 一定要把你的資料維護下去 而且 他持續維護下去 他就可以持續 獲利 因為你就已經付了他錢 可是你不能夠說 我這次 我就一筆付給你 一筆付給你10萬 然後說你要保持100元 那問題是 那他如果50年的時候掛掉他要退你錢嗎 你那時候也死了 對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怎麼做呢 我這筆錢我不是付給你 我這筆錢是付給一個聯保機制 OK 我付給這個聯保機制之後呢 當你今年的維護你 你都正常的時候 那他就付錢給你 一年一年算 那萬一呢 你資料不見 不正常了 你要賠他 你還要賠他 你不只是那個 不只是 是收不到錢 你還要賠 賠錢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 力圖的 一定要把這個資料 給保存下來 那你可以委託不只一家公司 三家公司 同樣做這件事情 三家公司 其中如果有兩家 做到 就付錢 另外一家沒做到 他要賠你錢 如果那家沒做到 可能他也沒辦法賠了 為什麼?因為他倒閉 他倒閉了之後呢 你就 知道說OK 那 這個算 虧損 OK 但是你資料還在 因為你有三個倍分 所以 Google 裡面其實 其實他有一個 機制叫做 3 replica 就是 三倍份機制 那 3 replica 他的運作原理 我本來以為是 三分倍份放在不同地方 後來 那個 翟本橋跟我講 不是 他說 三分倍分 通通都是放在同一個 Data Center 那萬一那個Data Center 火災你 這三分倍分 一樣是沒的 所以是不安全的 不安全的 他就說其實 3 replica因為他的演算法 要求的那個 內部頻寬要很寬 否則他倍分三分出去的話 他會 變得系統會變得非常慢 不能接受 所以Google的方法是這樣 他在 3 replica這個層級裡面 他是用 在Data Center 同一個Data Center裡面 高速網路才能做到這樣 那等到 要跨越Data Center的層級呢 那他就變成說是 用 應用 根據應用 來決定我這個應用到底要佈置在哪幾個Data Center 他們的運作機制是這樣的 那即使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說 最能夠 確保安全的 方法其實 學大部分的 沒有什麼特別 背本 還有 保留 那些人 願意 持續維護資料的 永續動機 不然人家不管你的資料 永續動機就不見了 OK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歷史上面可以留下的資料 有一些非常神奇的資料 他竟然可以留下來了 那這裡背後呢 往往那時候沒有什麼高溝鏡 所以那時候往往 透過的就是 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原因而留下來 第一個是 背本 很多背本 第二個是 動機 保存資料的動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穿越兩千多年之後還能保存下來的那些資料 到現在還可以看到的 像我很喜歡看的科技史資料 就是這樣 幾何原本 怎麼保存下來 另外 背本 另外也是 數學家一脈相承的動機 聖經怎麼保存下來 兩批卷 背本 一脈相承的 教會 人員的動機 猶太版的聖經更是如此 猶太人 其實他們在 兩千年請求王國 中間斷了兩千年 結果現在 這些猶太人又變成一個國家 那背後他們的歷史 歷史的那些資料都保存下來 為什麼做得到 因為 動機 很強 然後 各個 猶太族群去備本 那所以如果你 我們現在在看說我們希望把這個東西能夠持續保存下去的話 目前看到的就是這兩個機制 那 第一個機制備本比較我自己可以做 但是 動機沒辦法 透過那種聯保機制 這是一個 可行性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行性 OK 這裡就踏得遠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現在要去 開發一個系統 它可以承受的是 剛剛上述的五個系統 五合一 五個系統五合一 而且不只這五個系統 事實上只要任何能夠 基本上可以寫成這種文件 通通都可以 用 那我現在越想 會覺得 這不是困難 應該 很容易做到 我們就開始動成寫 那我這次寫的時候呢 我有一個特色 因為我一邊寫這個 我又一邊在想說 OK 我要 把它 緩整的記錄下來 為什麼要 緩整的記錄下來 因為我是老師 那 我只要能夠把它記錄下來 我這個就變成 下學期 在網站設計 就程式設計 進階的那個課室上面 就變成 網站設計的主要範例 那這個課程我現在已經 寄到 已經開發到 第10課 基本上每一版都是 前一版的進化 這種編排方式是從 JSERV的 那個叫做 Mini-ROS 模仿過來的 但我發現它那個寫成7課的方式 我就很喜歡 那我也來 這樣做 但是7課寫不完 我可能要寫30課才會寫 所以沒關係 就30課 那 於是呢 我就開始開發 那第一個開發 既然它是 以 Markdown為主的 要做 Markdown為主的電子出品 所以叫bookdown book加markdown 所以當然第一步就是 你要能夠 處理Markdown 要處理Markdown怎麼做呢 這個是我在 wikidump的時候 就已經使用的一個專案 叫 showdown showdown 那這個 你會發現說 我們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這種開發 網站的過程當中 一直在使用套件 只要有套件的 我們就不自己寫 最後你只是把它黏合起來 然後 但是你得要會用 你才能不能黏合 你得要有程式能力 才能不能黏合 最後你只是做那個澆水的動作 其他的事情 就全部交給套件 就好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要 能夠處理Markdown 所以我就引進一個叫showdown的套件 那showdown的套件 你會看到它的用法就是這樣 require showdown之後 叫做newshowdownconverter 然後 踩這個轉換器 轉成什麼呢 把Markdown轉成htm 這個converter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把Markdown轉成htm 所以我們現在丟給他一個 一個這樣的 Markdown 的句子 那他就幫我們轉 轉出來 轉出來結果 如果我沒有呈現在這裡 所以 我們就 直接 試一次給各位看 那因為我昨天其實在課堂上面已經示範過了 所以 我先把 我先把這些給看好了 哇怎麼那麼多啊 對啊 這是我所有的檔案 我錯了 我是說這個 下載 下載的先丟到垃圾桶 嗯 還有 OK 那我們 我先到 還是到桌面去好了我這邊已經有一個roll to Porkdown Porkdown 不小心 按到那個 刪除 他下一個人會有這個問題 不應該把他刪掉 好這個我先把他丟 好我們先重來 我先把我的專案給抓下來 先把我的專案給抓下來 先把我的專案給抓下來 這裡 有點大 還沒到 在這裡呢 他有一個 Clone核 download 這裡會有網址 就 把它 複製下來 然後呢 貼到這裡 他就會抓下來 那你也可以 按下載之後 解壓縮 但是 命令列 我覺得還是比較快一點 好現在我們已經有一個roll to bookdown 這是新版 昨天的版本沒有什麼 沒有更新的很完整 那這就是剛剛那個專案 那你就可以 先安裝 所有必要的條件 好 這樣子 我們待會去執行的時候 那些showdown 那些討件 我已經用過的討件 就全部都會 放進來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安裝了 我現在先進去 01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node 那你就看到 剛剛的那一行 markdown 對不對 一行的markdown 轉成一行的 一行的showdown 一行的htm 那這只是測試而已 所以 我們開發程式的時候 我們都會 其實是 沒有一步登天的啦 你不要 就是 說人家可以做出這麼大的系統 我為什麼不行 那個 中間有經過多少的過程 解漢 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會覺得說OK 人家可以做得出來 我是不行的 這中間其實是很長的一條路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那樣子 我們必須要一步一步來 那經過剛剛那個範例程式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OK 我現在已經會用showdown這個元件 那剛剛那個範例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呢 我們 因為那個 轉的內容太簡單 我們寫一個 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 就開檔 把它讀進來 這個markdown.md 它長什麼樣呢 看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你看 它已經在 GitHub上面呈現得不錯 那 只差這個圖片沒有呈現好 那其他的都OK 為什麼圖片會沒呈現 難道我圖片沒有放得 對位置 還是它本身就是 讓我顯示圖片 真的耶 因為是svg嗎 不知道 反正在GitHub上面 目前呈現這個圖片呈現得不錯 但是應該是要呈現得出來 可是路徑看起來是對的 ccbysaicon.svg 目前看起來路徑是對的 可是它還是沒有呈現好 OK 我覺得這裡怪怪的 OK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看它的road data 就知道 它其實是個 這個檔案 OK 所以 沒有問題 好那我現在就 另外這個層次就把這個 轉成這個 好 我們看一下 它的結果 這是轉完後的結果 OK 所以它有轉成htm 好 那我們執行一下 這個叫做 markdown to htm 這 是哪個tool 這個tool 好那這樣就轉過去了 你 之後去開 桌面的 桌面的路圖 第一個 把它打開 有看到這樣的結果 圖有正確呈現出來 所以是對的 OK就這樣 那這個是有關於我們 第一個 第一課 所以每一課就這樣 很簡單的一個過程 我把它全記錄一下 所以你只要跟著 做一遍 你就會開發一個像不當這樣子 完整的網站 不過我現在還在第10課 等到我30課開發完就差不多了 OK 好 那這是第一課 OK 接下來第二課 第二課是一個靜態網站 OK 那什麼叫靜態網站呢 就是 基本上 這就開始進入 Node.js的強處 Node 這一個平台 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讓你用JavaScript 開發四個端的程式 那這算什麼好處呢 這絕對是個大好處 為什麼 因為 前端你非得用JavaScript 不可 那後端 你如果可以也用JavaScript 那你程式都可以互相留 互相利用 共用 這是其他語言 就是沒辦法做到 你用Ruby 你後端就得用Ruby 你用PHP 你後端就得用PHP 那你最後前端 你還是得要用JavaScript 最多你用CafeScript 或之類的 反正 那些東西最後還是得轉到JavaScript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Node的話 你前後端就同意了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那現在你看到這個東西 我開始引入另外一堆套件 一個叫做Core 這個Core就是伺服端的框架 可以這樣講 所謂的框架 有些人 我記得前幾天就有人問一個問題 到底什麼叫Framework 什麼叫Liber 它就有差別在哪 像Core 它是一個 會叫Flamework 但是它其實是很小的Flamework 那你最近會看到一些 像微軟的單內 它說這是一個Flamework 那 最近如果你 沒有看到 比如說Linux 我們會說它是個Plateform 到底什麼是Flamework 什麼是Plateform 什麼是Library 有時候這個界定的範圍是很難講清楚的 但是大致上那個 那個類別套對了 你大概就可以比較從名詞就知道說 它可能 比如說 我們說它是Libery 那它可能就一堆函數 我們說它是Blamework 代表說 它是一堆有關係的東西 和合起來的一個框架 有關係互相支援的物件 然後之類所形成的一個架構 我們通常說它是一個Flamework 我們說它是一個Plateform 就是它是可以讓你在上面跑東西 它是一個Flamework 所以通常是這樣 那Core是一個Framework 它是一個用來支援你寫 寫Node伺服器的Framework 那所以它會有很多周邊的套件 其中一個是像這個CoreAsthetic 就是用來讓你建立靜態網站用的套件 那另外我們require一個叫Path 這個沒什麼 這個就只是說 你知道Linux的路徑是用這個斜線 Windows的路徑是用這個斜線 為了讓它跨平台的話 那我們最好不要把斜線斜在裡面 所以就讓它有一個台式空 它會處理掉這個問題 OK 好 那所以它就用Path.join這樣子去做 讓它就是說 在你去你各個平台上面 都會有正確的斜線 就是這樣 然後去最後就呼叫Serve 然後把它掛到APP 掛到這個Core的APP底下 這行程式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把這個路徑的東西 給變成一個靜態網站 然後這個服務元件掛上去Core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靜態網站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這裡的Core叫做一個框架式的道理 因為它可以掛很多其他的場景 那這裡它就開始Listen3000 那如果你寫過這種伺服器程式 你就知道Listen3000是什麼意思 那你最正常的以這種程式而言通常是Listen80 那為什麼這邊不Listen80 要Listen3000 因為80常常已經有伺服器在 所以如果我設80的話 因為我這只是給你做練習的程式 那如果我一開始就設80 你每次都去跟你的80充 你就要先解決掉那個問題 先去停掉你的現有伺服器 那不適合不方便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直接用80 在練習的時候會先用別的Point 那等到真式上限再把它弄成80 OK 所以通常會有個設定檔 那在這裡還不需要設定檔這麼複雜 就直接寫實在裡面就好 好 那就這樣子 我們就得到了一個靜態伺服器 靜態伺服器長怎麼樣呢 來 直接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們就Static Server 那你會看到 他在3000上面 Listening 起來了 那有些東西我先關了 好 這裡有看到 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靜態的網 靜態的伺服器 他有檔案 他才會顯示 他沒檔案的話 那個對應的路徑沒檔案 現在根本就根目錄 根目錄也沒有對應到任何檔案 所以他就沒有了 所以 那你要有檔案是什麼 這個檔案存在 所以他就會顯示 那另外這個資料夾裡面 有沒有別的檔案呢 有 這個檔案存在 因為我們剛剛轉了一次 所以他就沒顯示 所以剛剛的那個五行的程式碼 就可以做一個靜態網站 我覺得這是蠻方便的 每次我學一個東西都會這樣 我會 看 最入門的Hello程式碼 如果超過太多行我就不學了 類似這樣 我是一個比較 比較 我覺得 你把生命浪費在那麼多程式碼上面 實在是很累 所以我覺得 太多行的我就不學 所以之前 微軟推出MFC的時候我就沒學 他推出那個 反正那個 很麻煩的東西我就沒學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得到一個靜態的程式 靜態的程式 OK 那 靜態的網站 所以要寫一個靜態網站 其實是很簡單的 那 基本上 應該是不用寫 如果你用Apache之類的 你就只要把檔案丟到那個資料夾就好 然後把社會開起來就好 那就不用寫 可是 對於我們來講寫五行程式 應該是 我說你這件難事吧 所以如果你用Node 應該是好 那 可是你 這種程式碼 一般如果在小規模的時候 我們這樣用著可以 但是 當你的流量開始變大的時候 我就不會這樣做 流量開始變大 用這個東西去當靜態式網際太浪費 因為Node 它是一個 可以掛程式的東西 那 它對靜態網頁的效率沒有很強 所以 如果你今天 拿它來當靜態伺服器用 其實應該你要用那個 Niggas Niggas 那個東西 或者是Apache 但是 Niggas可能效果會更好 那 所以 如果 流量變大 你要分流 分流 首先第一步就是先把靜態網頁給分出去 可以打到CDN上面 就把它打到CDN上面 知道CDN是什麼 OK CdN 譬如說 做一個例子 你可以打到CDN上面的 你就不要浪費自己的頻關 浪費自己的流量 像這個 這個就是CDN 那 它這個是 JQuery的CDN 那 你看這個 連結 有沒有 這是minimize版本 那 minimize版本 你通常會看不懂 沒有minimize的版本 會比較看不懂 這個東西 就是JQuery的原始 你要引用的 你網頁如果要使用JQuery 你必須要引用這個檔案 所以你會寫一個Squid 然後Src 等 這個東西 它就是要引用這個檔案 那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有一堆垃圾 對不對 這個註解 對Src來講 其實是沒有用 對人讀是有用 對Src來講沒有用 那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要有minify的版本 就是因為 對Src來講 你只要這個就好啊 那些註解就通通都拿掉 雖然它還是最後留了一行註解 但是其他的都盡量最小化 那這樣子就會快一點 另外一個是 你如果在你的網頁裡面 你不要引用自己 自己網站的這個JQuery 不要把JQuery 存在你自己的網站 它的流量 就不會打到你自己的網站 那最後這個流量 會打到CDN上面 對你來講 一點影響都沒有 你的效能就大大提升了 所以只要是這種CDN上面有的東西 通常我們在網路規模大的時候 或流量大的時候 你就把這邊全部都分出去 分出去 你的真正會打到你Src的流量就小 OK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剛剛說的這個 如果是靜態的 靜態的你就讓它打到更快的伺服器上面 現在速度最快的已經開始無盡 就加一個 把所有靜態網址 request的通往打到裡面去 有流量 你的Node就可以提升 用來提升那個真正 Node的程式需要發揮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就是把上面兩個結合起來 就變成Showdown Server 把這個有一個BAK被打掉 那Showdown Server 它基本上 我開始把資料開始分成 我現在把它放到User 那User 那這個Showdown Server 會做什麼事呢 來看一下 先看程式 這個排版還是沒排 一樣 它New了一個Showdown Converter 它一樣有用Core 它New了一個Showdown Converter 然後呢 它要支援表格 這個Converter要支援表格 然後呢 這裡 它去Serve RootPath 把它當成是靜態的 就是說整個網站全部暴露 Root 因為它是根目錄 那你這樣會把整個網站全部暴露 那這不是一個安全的作品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只是範例 所以沒差 之後慢慢會改 就不會暴露全部網站 那暴露全部網站 當然就有很多安全上的問題 譬如說你如果裡面 有程式碼在裡面 你的程式被人家看到 那會不會有危險 它就了解你的運作邏輯 那就算你是開放原始碼的 反正人家就是會了解你的運作邏輯 但是萬一它有設定檔 你連設定檔都被人家看到 那不是野龍危險 所以不應該把root直接暴露出來 那第二個是我們app.use.view view是什麼 view是這個函數 view是這個函數 這個裡面其實它就有一些很特別的語言法 像這個型號 在C元你會以為它是指標 不是啊 這裡不是指標 不要搞錯 這個叫做Yield Generator Function 這個在JavaScript裡面 ES6 ECMASQUID 6 才發展出來的一種非常奇特的技術 它可以讓你把原本一堆需要callback 回忽才能做完的東西 那那個程式碼會變成三角形的很醜 而且看不出程式碼邏輯的那種狀況 全部才消除掉 透過這個Yield就可以全部消除掉 寫起來就像正常的程式碼一樣 好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的路徑是以view開頭的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view換成user 然後去讀那個檔 讀完之後把那個檔案 透過這個showdown把它轉 把它轉成 把md檔轉成html檔 再丟回來 好 那這個到底是在幹嘛 這樣講 太抽象了 我們現在要換下一個範例 喔對 這個範例先做一個示範 你才會知道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們剛剛這樣子是可以看到 但是這個檔是本來就存在 但是如果我今天呢 去view這個md檔 你會發現not far 因為沒有這個檔案存在 對啊 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換了一個server 就不同 好我現在換這個server 然後我起來 它原本是一個md檔 經過我的程式轉換成mcdown 把mcdown轉換成html 顯示給你看 所以這個md檔 本來這只是md檔 它的html檔是不存在 我不是在看那個html檔 但是你有這一個網址 你已經觸發了我的 剛剛那個view函數 那個view函數呢 會轉換成html之後再丟回來 所以這樣了解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OK 好那這就是一個server 最常見在做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server的運作邏輯 通常就是在做什麼 你交一個命令給我 那我根據你的命令做對應的轉換 然後轉換之後把html丟給你 好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完了第三課 第三課的內容 這個第三課的內容 基本上就是寫了一個showdown server 它會動態的把md檔轉換成html 再丟回來給你 接下來看第四課 第四課其實沒什麼 它的功能跟上課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既然一模一樣 為什麼會需要有一課呢 很難就是因為 它引入了另外一個元件 叫做route route 這個叫做路由 那一定有人會混在一起說 路由 那是不是路由器的那個路由 不是 跟路由器沒有關係 這是王子路由 王子的route 什麼叫網子的route 就是說 你給他一個網子 那你就說 我要當命令 人家傳來的網子是這種形式的時候 就要觸發我的程式 觸發哪一個 觸發view這個程式 只要網子是這種形式 但是還有一個條件 它的http的傳送 傳送的 http傳送給server端 從clime端傳送給server端的方式 有很多種 第一種叫做gate gate就是透過網址的方式 傳送 內容的部分也全部放在網址上面 所以你才會看到網址有時候 就是用gate的方式 那第二種叫做post post是說 我的訊息是夾帶在網址上面 而是夾帶在後面 整個header的後面 那這種是post 那從前早期的web大家都只用gate和post 但是其實它原本就有規定的像add delete這些東西 那add和delete這些東西 一直之前都很少人用 但是一直到有一次就有人把它系統化 你為什麼不用add 就來做新增的動作 delete就來做刪除的動作 那你的get就來做查詢的動作 host就來做儲存的動作 也就是update 那就 就好啦 你就完全對應到那個資料庫的更新邏輯 那 如果你這樣設計 符合這種想法的 這個就叫做vastful vastful的application 就是網頁上面有種叫vastful 我沒有辦法講清楚這個名詞 vas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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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微軟正在推什麼叫soap 這個東西我看現在也早就已經沒有人 再用 這個 srpc 現在也不太會去用這個 這個都已經是歷史的遺產 那 他就是用httpuri 按html 就 就這樣子來做請求 那 把他整個 整個 對應到那個 原本 原本的那個 http上面的四種方法 add get post 按 delete 對應到那四種方法 這種設計方式就稱為 稱為 那個 vastful 像這樣 就完全對應到那四種方法 會牽涉大眾 這是錶頭上面有的資訊 錶頭上面 錶頭上面有post 這兩個不一樣 好 那所以你如果是 對網站有比較 常碰你就會知道restful 這個東西 所以這裡不只是可以用get 你還可以用post 你如果是用get他不會去接post的訊息 你用post他不會去接gate的訊息 ok 你用add當然你不會接其他的訊息 所以這裡是可以指定 好 這樣子 你這個lauter就 就有了 兩種區分方式 一種是根據路徑 一種是根據協定 傳送方式的 傳送方法 好 那有了這個之後 ok 我們就完成剛剛的 類似的動作 基本上是功能跟剛剛一模一樣 只是寫法不一樣 所以這就不用再示範 那再來呢 就我就開始 那 開始做這個專案的時候 我就開始 想要把我原本 原本這一個 原本這個網站的一些缺點 給改掉 那這個網站設計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寫一個很完整的Node的網站專案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不太了解這個東西 在什麼 那 我一開始會講 現在最新的潮流應該是要用 用那個single page application 所以那時候 大家會覺得single page application 應該是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單頁應用的話 你可以 讓你的網頁只下載一次 之後就通通都不用再下載 那剩下的東西 你只要在前端 寫一個遠端存取 就是agents之類的那種方式 來抓資料就好 但是 真正實做下去 你就發現說 這個東西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一個問題是 就是搜尋引擎會搜不到你的東西 你稍微想一下 對不對 因為你的 你的資料是動態抓的 是你用hs去抓的 那搜尋引擎根本就不知道你這頁 它只看到你的網頁的原始的html 可是這個原始的html裡面 有剛剛那個真正內容的表格嗎 沒有 它原始的html沒有那種東西 我是這樣子 用程式再把它插進去 那這樣google怎麼會知道 它不知道 它看到的就只是這一個網頁 對 所以 它來搜尋引擎什麼都受不了 那加那個 在html裡面幫你給爬重看的標籤 那它也只會看到爬重的標籤 對 可是你在那個爬重標籤裡面加上 這個網站可能會包含什麼資訊 自己加上去 keyword 對 那是可以啊 那你就加keyword 可是這個網站既然是寫實的 你現在 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是這樣的 你看 我可以說這個網站有什麼keyword 可是google是可以收到每一頁的內容 它就不知道說 我今天要找語言處理技術的時候 這一頁有 那你不可能在一個網站的表頭上面 把所有東西都加進去 因為每一頁講的都是不同的東西 那你怎麼可能說 我在那個 一開始的樣板裡面就把它全部加進去 搜尋引擎的技術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把你每一個字都記下來 現在你就沒辦法讓它把你每一個字都記下來 那所以為了要解決 你知道 這個東西其實 在1998年google出來之後 google很快的就變得很強大 那可是問題是最近它有點視為 跟這個東西有關 google現在做很多事情 它都開始往 譬如說的工資或什麼 那邊走 但是它真正的本業搜尋引擎的部分 我覺得有點適能 為什麼呢 另外一個是因為社群環體 Facebook這種東西 但是Facebook又鎖住 不讓google很有系統的東西搜尋 另外一個是因為這種技術 因為這種HS技術大量被使用的結果 導致很多網站google都搜不到 那這個google視為的技術性的 那可是我覺得讓google搜尋到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心理版的這個步道裡面 我就沒有採用這種單月應用 其實還是可以採用 但是你得要搭配 單月應用還得再搭配一般的網站 這樣google才收得到 那如果你純粹是只有單月應用 沒有搭配一般網站的話 google就收不到 那與其這樣我幹嘛不設計一般網站就好 所以最後之所以加單月應用只是為了加速 而不是一開始就是單月應用 那其實HTML5有發展一些相關的技術 就是為了解決單月應用相關的問題 其中單月應用有一些相關問題是 當你這樣子做網頁轉移的時候 你做網頁轉移之後 你萬一按回去 它這樣子可以回去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今天希望說它的網址長這樣 而不是用緊字號 緊字號跟那個有差 它很大 如果我希望我的網址長這樣 甚至這個HTML就不一樣了 我希望我的網址長這樣 而不是用緊字號 那這樣子的話 這種網址呢 它就可以在網路上分享 那而且呢 你分享給Facebook的時候 Facebook可以抓到你正確的內容 因為就跟Google一樣 可以抓到你正確的內容 然後讓它顯示在Facebook上內 那可是如果我把這個東西貼到Facebook 我的網站剛剛有幾隻號的那種貼到Facebook 會怎樣 我們來試一次 如果我把我這個東西貼到Facebook 我看Facebook會怎樣 就只能抓到這樣 那我根本就只分享到網址 其他都沒分享到 我這個是示範 再貼一下 OK 你看到的訊息是這樣 可是別人的是怎樣 別人的是這樣啊 別人的是這樣 有沒有覺得有差 所以連在Facebook分享上面 我這種做法都會出一些問題 對 所以Single Page of Education 不能做到那麼徹底 做到那麼徹底的話 你連分享不行 搜尋也請連收不到 那你這個網站就沒辦法 沒辦法透過別人 透過搜尋走到你這個網站 那會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刪掉了 不然人家覺得 到底是在發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種設計方式 會有很多 只有技術人才會知道的問題 那這種問題點 就讓我覺得 我在這一版裡面 我應該 不要用單頁應用 應該用傳統的方式來做 那未來要加速的話 再考慮單頁應用 其實應該不會有速度的問題 因為網站流量那麼小 根本完全不是問題 流量在每天100萬次點擊以下 你根本就不用考慮 考慮要加第二台 還有要改進你的速度 100萬次點擊 我看我每天1萬次點擊就差不多了 所以其實是完全不需要改進速度的 好 那這樣子 接下來我還是會考慮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讓前端的 前端的loading很重 或者是讓網頁的載入速度 比較慢的話 像這裡其實它的載入速度會慢一點點 只要你看得出來有在閃就是有慢 OK 那所以呢 我還是會考慮 因為為什麼它會慢一點點 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用了boostrap boostrap本身又引用了jQuery 那boostrap和jQuery都足於比較厚重的東西 所以呢 我這次我就決定不要用boostrap和jQuery 我想找一個純粹CSS的東西 來美化我的界面就好 我用boostrap也只是為了母后的界面 那我幹嘛 那麼 勞勢動眾 可是 在以前這樣子做是不太容易 大家都還要用boostrap和jQuery 但是現在變得越來越容易 是因為技術又遠近 web技術最近其實又遠近蠻多的 所以 不依靠boostrap和jQuery 是變得比較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不依靠這個 那我就去找了一個叫做pureCSS的東西 這個東西我覺得還蠻好的 pureCSS 蠻適合我用的啦 不一定好啦 我就是說不一定說就是多好 但它很適合我用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小小的東西 而且純粹CSS 然後就可以讓你做到美美的畫面 那 各種樣式都有 然後 這裡你看到它有 get start layout 它也一樣版給你 而且它的授權 基本上是BSD和MIT的license 所以就沒有問題 很正常的使用 那你看它有像這種網誌的樣板給你 email的樣板給你 那個圖片 圖片流的樣板給你 然後這個 首頁 還有價錢表 還有這個 測覽 後來我採用了這個測覽 然後呢 這種功能表 它都有 夠用啦 我要的就是這些而已 我不需要別的 那所以它就給你了很多這種 基礎的啊 再來有表格的啊 然後有表單的啊 這些元件 按鈕的啊 我不需要很漂亮 我只要可以看 不要覺得超醜就好 功能表啊 剩下就沒有 剩下是它的工具 所以我就採用了這個專案 那既然要採用這個專案呢 那當然我們要先學習使用它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這個 到底長 長得怎麼樣 我們現在 採用了Pure CSS 我寫了一個ReadMe ReadMe 網址是這裡 OK 這是參考網址 還是我自己的 就這樣 OK 你剛剛看到的東西呢 它只有這裡面 而且感覺比較醜 然後呢 它這裡 基本上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測覽 那對一本書而言 我覺得有測覽是 必要的 以我當初設計WikiDone的時候 我這個測覽本來是沒有 後來才印加上去 但是對於Wiki而言 其實測覽不是必要的 但是對於一本書而言 測覽是必要的 我既然要做Hookdown 我應該要有測覽 好 那所以我就 變成這樣的形式了 但是你看 看到OK 這直接連結到這個沒有 因為我這裡 這是展示 這是展示 這是HTML 這是靜態的 你看這裡沒有啟動Server 所以到了這邊 它什麼檔案 就只看什麼檔案 所以它還沒有 沒有掛上伺服器 就會變成這樣 等一下掛上伺服器 就會全部都可以看 所以有了這個之後 OK我們就 就把Pure CSS 這一刻就講了 那講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又 來了另外一個 因為為了要把那個測覽給套路 可是那個測覽呢 我不是定時的 那個測覽我需要的是 我可以寫一個書籍描述檔 然後我可以動態的把那個書籍描述檔的東西 給抓出來變成一個Json之後 基本上它本身就是一個Json 抓出來之後 它會套用Json去呈現那個樣板 OK 我希望做到這一點 但是做到這一點就 在這種網站設計模式裡面 我們通常要採用樣板引擎 就是樣板功能 樣板的韓式庫 那樣板韓式庫 我這次才發現 本來我用一個叫做Swig 那個是 之前在Core的官方網站裡面 就有給的範例 就有給的Swig的使用範例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 那結果就發現一個問題 怎麼問你呢 你知道嗎 說一個 你點到他的Github裡面 然後呢 看到問題嗎 他說 Not method Folk and use at your own risk 我不再維護這個專案了 要嘛你把它Folk起來 否則的話呢 到時候不見 就不要怪我 就這樣 那 問題是 就算我把它Folk起來 那這一版也沒有人 會繼續維護 那可是我們的技術會一直演進 那這一版不維護的話 對我來講是有殺傷力 你會想要 使用一個 已經沒有人維護的還是酷嗎 你會覺得 除非你就是 反正open source 你自己把它跳下來維護 我可不想跳下來維護Swig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想用它 那我就去查現在 到底最多人使用的樣板是什麼 結果呢 我其實不太知道 稍微查了一下 不太知道 後來我 我跑到那個NodeJS台灣去 稍微貼了一下這個問題 結果有人回我 哇 這麼快就被洗掉 洗到後面去 等一下 哇這個 這個社團也 對 也未免太多人了一點 這裡我就問了這個問題 然後呢 就有人說改用pug 但是我知道pug pug其實從前 有叫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jad 但是問題是jad 是別人的商標 所以後來他知道改名叫pug OK 那可是這個樣板引擎 我不喜歡它 因為它 不是html個詞 它是一種比較 就是html都會有那個結束標籤 它就是為了讓你不要寫結束標籤 所以它把它用類似python的那種方式 就是讓你用跳格 跳格搜搜牌的那種方式去寫 那這樣你 你隨便抓到一個網頁來 你就不能夠說 我就直接把它放進去就用了 那雖然看起來比較神智 可是樣板用沒有很常用 樣板沒有很常用 我卻要改一堆網頁 我反而覺得不好 所以後來就有人說 Mustache 或許是一個好的替代表 然後我就想 Mustache 對我就緊張 後來我發現 Mustache好像還OK 但是我就搜一搜 也會發現說 那Handlebar好像更好 所以就找到 Handlebar其實是Mustache 衍生出來 為什麼叫Mustache 為什麼叫Handlebar 這其實都是有一些 他們作者的小原因 那有一堆人都說 這個也不錯 你就知道現在NodeJS 世界有多複雜 因為每個人用的都不一樣 光一個樣板 就可以搞出幾十套 常用的樣板套件 那不常用的就不要講了 可能是成千上萬套 所以有一些人就開始推了 你看 我覺得現在的學生 最麻煩的也就是在這裡 到底要學什麼 因為東西太多 到底要學什麼 你不可能都學 但是你都不知道也不行 那每一個人到最後都有一個 一個自己的世界 那個世界是別人沒有那樣反響 這個關於這一點就是 用VIM的人就會有現身的體驗 VIM那個設定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設定檔 每個人用法都完全不一樣 那到最後你就是有一個你自己的世界 那如果你用Nopay++永遠 大家都是Nopay++就這樣而已 你用Vidual Video Code 就是這樣 你用Subline 那到最後你全部都有自己設定檔的時候 那個世界別人就沒有辦法介入 所以太彈性的話其實是 那現在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很彈性 所以你一開始進去面對要學的時候 然後我們最大的困擾就是 不知道應該從哪裡開始 我問A 他告訴我說 那個 1號解法不錯 我問B 他告訴我2號解法不錯 我問V 他說3號解法不錯 我問到第N個人的時候 他告訴我第N號解法不錯 問題是這N號裡面沒有一個重物 那我應該怎麼辦 每個都試試看 對 所以我後來又找 現在還是有人建議 我不會再去使用這個 因為 我找到這個我就覺得不錯了 那我就勾用就好 勾用就好了 這個世界你能活下來就不錯了 還搞那麼多 那他說Handlebar是從Mustage 改過來 那種會改過來的 一定有他覺得他有缺點的地方 那你再去看他的這一個 Release Branch Commit 再看他這一個 Watch Start 按這個 Folk 你會發現 那這個Handlebar 應該是很多人用 OK 所以 所以代表這一個是一個強勢的 樣板引擎框架 應該可以用 我就用了 我來發現 還真的不錯 還蠻適合我的 適合就好 這個時代 太分重的時代 其實我覺得 你不用要求什麼第一名 沒有什麼 不需要什麼第一名 適合你就好 適合你就是第一名 你心目中的第一名 好 那現在他的 東西是這樣 你給他一個樣板 給他一個樣板 然後呢 他這個東西 還會經過compile 那你一看到 他會有compile 東西就代表 這個東西的速度快 完全不需要compile 這個東西 只是要解憶就好 幹嘛要compile 之所以要compile 就是因為 這個樣板引擎 可能速度還蠻快 那compile之後呢 變成一個樣板 你再用這個樣板 去套用到 data上面 這一個data 就是一個json 一個json的物件 你可以把這個json物件傳給這個樣板 傳進去之後 他會把對應的欄位填到這裡面 name的欄位 就是name的內容是Alan 所以Alan會被填到這個name 所以他會說 Hello My name is Alan 這樣看得出來 ok 接下來呢 I am from home town home town 既然用這個 括號括起來 就代表說 這個home town的內容會填進來 所以 I am from somewhere ts ts應該是德克薩斯州吧 對不對 所以是德克薩斯州的某處 然後呢 I have 接下來是kids.length kids 這會輸出 I have 看他有幾個小孩 kids.length 以這個例子 kids而言 他是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有兩個元素 所以他會輸出 I have two kids 然後接下來 他會連續輸出一堆的ul 這個ul在html裡面 代表的就是列表 那5 沒有代 沒有標號的列表 on order list 另外 ol ol 是order list 有代號的列表 那 每一項都要用一個li 對不對 所以他這邊就 就li 他 match 他輸出I have two kids之後 他用這個東西去match match 政列的每一個內容 要加緊字號 加緊字號就代表 我要match一個政列 而不是單一個 match一個政列 然後呢 用斜線結束 match結束 所以這是一段 這是一段 好 那這一段裡面呢 每一個kids的name 和age都會被填到這裡來 所以他就會 第一個kids是jimmy 十二歲 第二個是sully 四歲 所以就是jimmy is 十二 sully is 四 最後 最後這個樣板套進去之後 得到的結果 會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跑兩個 為什麼會跑兩個 因為 有警字號 是那個警字號在處理 對 因為警字號代表說 我要對這個政列全部做一遍 所以他用到這個警字號的時候 他就會把整個政列讀進來 然後就重複 所以之前那個sully 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要在裡面寫個for圍圈 那他這個顯然就是 他覺得寫for圍圈很麻煩 所以乾脆用這種警字號 就處理掉了 幹嘛要for圍圈 那他這裡比較像函數式導向的寫法 那那個for圍圈的就是程序導向的寫法 所以樣板也有分函數式和程序 那mustache就是一個比較偏函數式導向的寫法 那這個handlebar寫成mustache 所以他也是函數導向的寫法 那這裡有每一個專案 其實通常都會有他的官網 這是他的官網 還有一些範例 那這個是他的原本mustache 你看官網就有差了 這官網看起來就比較醜 這通常會代表說 維護的人有沒有認真 雖然他寫了很多版本 但是我覺得版本多不是我要的 那ok這裡就看到了handlebar的用法 那於是我們就來在這邊 我就這一刻就要介紹handlebar 怎麼用 那第一個就是剛剛的範例 只是call下來 讓大家練習而已 第二個就是 我為了要轉書 所以我得寫自己的樣板 然後去轉書 然後我的樣板要轉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我的樣板是叫view.html 這是我的樣板 我會塞給他一個叫做book.json的東西 ok 然後讓他去轉 轉成book.html 然後轉完之後呢 就會是完整的html 而且把md也塞進去 把md也塞進去 markdown也塞進去 所以這個轉完之後 它會輸出一個叫markdown.html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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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現在我有一個叫view.html 這是我的樣板 那我去把它轉 我轉這個markdown 轉成markdown.html 我已經轉過了 所以會有結果 那我就不再轉一遍 就會轉成這樣 問題是什麼東西 當輸入轉成這樣呢? 那這就是 就是我設計的主要的內容 是在那個東西上面 第一個是這個view.html 那第二個是 一個view.html 第二個是那個 這個 這裡面markdown裡面 有一個叫book.json 這兩個 我們還是看網頁版 好 所以 我們在這裡 我使用了 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view.html 這個view.html 顯然你就已經看到 它已經把我們剛剛 的那個pure css引進 對 pure css 就是讓它排起來 比較漂亮的出來 那一個 yahoo的 然後呢 我引進一些其他的css 然後呢 在這裡什麼時候開始套樣板 你看 這裡套了標題 書的標題 接下來是 書的parts 那基本上就是章節 章 放在這個parts裡面 這個parts裡面 我會取出什麼 會取出link 就是它的連結 還有取出它的title 這個太過去 title 連結和標題 那最後就會呈現在 就是連結和標題 對 最後就會呈現在這裡 對 就是連結和標題 那html 就是markdown已經轉成html 結果就塞在這裡 那我這個格式沒有弄得很好 所以 有點散亂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透過自己寫的一個樣板 然後呢 讓它可以轉過去 轉過去之後 就是你看到的這一頁 但是它的原始 原始碼牽射到的幾個東西 其中一個是 這個book.jazz 這個book.jazz 這樣 也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Jazzon檔案 來描述這本書 這本書的標題是 MD寫作總策 這本書裡面有幾個文件 前沿基本語義法表格和數學式 前沿的檔案是 readme.md 基本語義法的檔案是 markdown.md 表格的檔案是 table.md 數學式的檔案是 mass.md 所以我透過這樣的描述 我覺得要求一個寫書的人寫一個這樣的檔案應該不算過分 我自己這樣覺得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如果我自己可以接受這種方式 你寫Jazzon 其實在gamebook裡面它就給你寫Jazzon 所以是不是就要寫extension的檔案 那個就是Jazzon 所以其實既然都寫Jazzon 你也可以讓他在這裡寫Jazzon 沒道理一定要寫md 而且Jazzon可以描述書籍名稱 這樣你就不用再跑去設定上面 再去填那個寫集名稱 一次用Jazzon把它搞定就好 所以我就這樣做了 所以你透過這一個 跟那個markdown合起來 就會形成這個 但是中間要經過view這個樣板 view.htm這個樣板 經過這個樣板 然後就可以轉換過去 那轉換過去這樣子 我們就得到了 就是已經會使用handlebar這個樣板引擎 也會使用view.htm的這個 這個東西來美化 那我們也已經有一個server 所以我們就合起來 變成一個樣板伺服器 那這個樣板伺服器 基本上就把前面的層次 通通都結合起來 前面三個 所以我有用一個 Render裡面有一個view 我覺得javascript很好的地方 它的json語法真的 物件語法超彈性 所以我現在說 Render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view欄位 這個view欄位裡面 是一個樣板 ok 所以Render.view就是一個樣板 那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就Render.viewbook 那個book就被轉換成 網頁 ok 然後我會去讀 我先把json讀進來 這個book的json讀進來 我再把那個md檔讀進來 然後json要先pass一下 他才會變成物件 然後在這個book這個物件裡面 我再插一個html欄位進去 這樣那個book本來沒有html 就變成有html了 那這樣Render的時候 他就連那個markdown轉出來 變html斷領會插進去 就全部就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 你就把它丟給list.body 這代表list.body 以core而言 它的list.body 要是這個page 那這樣他就會把訊息傳回去 那如果不是.md檔呢 不是.md檔 我就直接把那個檔案的串流傳回去 所以如果是影像檔的話 他會直接傳回去 他不會做這個處理 點html檔他也不會做這個處理 他也會直接傳回去 只有副檔名是.md的 他才會經過這個步驟去做轉化 好 那這樣就做完了 那我們這裡有一些之前多的程式 OK 那現在程式幾乎一樣 只是那個view改變了 而且我引進了showdown 引進了handlebar OK 有引進showdown 引進handlebar 引進handlebar 引進showdown 然後使用他們 那這樣就我們的樣板引擎就做完了 我們看一下樣板引擎的樣子 那現在已經從第三課跑到第七課了 是嗎 是第七課還是第幾課 第六課 等一下 我這裡 哦 這是上一課 六不對了 第七了 因為第六是那個樣板 不是伺服器 第七是伺服器 我們現在要執行的是這個template server 那這個template server 開始就有一點書籍出版平台的樣子了 現在這樣還是沒有 因為我沒做首頁 我還沒做首頁 但是呢 我們用user markdown 這裡會看到那個內容 對不對 這個改成六 OK 所以就比之前進步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有測籃 第二個 有一本書的樣子 第三個 就是它有 有這個 跑出來的時候 這個套用的樣子 比較好看 因為有pure css的關係 pure css裡面有一個好處 剛剛忘記給各位看 OK 為什麼 Responsive 因為你要適應手機 這樣在手機上面也很好用 OK 所以這就是Responsive的website 開始出現 那有了這個之後 接下來 這個 這個已經差不多講了 接下來就是 我做了一個動作 基本上這裡沒有再引入什麼套件 可是 從這一版開始 我就有發佈到 發佈到npm上 就是npm install 你用npm install就可以安裝 套件 但是我發佈的不是load to book down 我是發佈book down 這個套件 所以我發佈book down 這個套件 那我就得要為它寫一個package.json 這個檔案 所以我們看一下 book down book down 0.01版 它是一個markdown的書籍編輯系統 它的主程式是server.js 它相關的套件 它相關的套件有這些 然後 關鍵字這些 我沒寫 它的home page在這裡 Github上面 這是我 作者 這是我 OK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你寫完這些 你就打npm publish 就出去 那它就已經上傳到npm上面 OK 所以你如果用npm install book down 其實是會裝到 到底是現在是哪一版 我也搞不清楚 因為我有時候有上 對 那這個是 那一版 好 OK 那現在是 是 是到了這裡 接下來 就還有一些小問題 這小問題是什麼呢 剛剛的那個網站 這個網站 這個OK 這個OK 表格也OK 數學士 OK 數學士 還是原始的樣子 我想要它呈現的是那個積分符號 沒有積分符號 這裡沒有積分符號 所以數學士不OK 所以 我就處理一下數學士的問題 那數學士我們現在用的 如果有用gibbook的就會知道 在gibbook裡面有寫數學士的人就會知道 它可以讓你挑兩種 一種是kates 一種是mess jazz OK 那mess jazz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資源 taste數學士 但是問題是它的速度比較慢 然後它如果要 要它最後轉換放到pdf的時候 那個格式會有問題 會變得比較重 那catex呢 它的不支援完整的taste數學士 但是其實我怎麼用都覺得 我從來沒有用過它不支援的部分 所以它夠我用 夠我用就決定用catex 而且它速度比較快 而且跑成pdf之後應該比較不會有問題 這是從gibbook上面得到的經驗 所以我就決定用catex 那要用catex要怎麼用呢 其實server端完全沒變 server端完全沒變 有一個地方變了 就是我加了這個redirect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redirect就是我們剛剛都得要打這個網址 現在如果用啟動那個server就不用再打網址了 它自動會打到這本書裡面 好 那因為我現在的server不是那一個 所以我現在做 那可以試試看 應該會al才對 會那放 但是我如果啟動了 就是那個伺服機它會自動打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真正的改變是在這裡 那我開始在上一個專案為了要發佈 我已經把資料夾都系統化了 我們的那個render 這個資料夾放的就是樣板 這個是放資料 這個是放你要在網路上可以讓別人看到的那些檔案 那這一層的檔案就不會被看到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有放一些css 這就是剛剛的那個purecss的那個引用 然後呢 在前端的時候 來這裡 這裡這裡 咦 等一下 等一下看 現在我們這個是catex 可是我覺得 我好像這裡有一些東西 這個是沒有放進 沒有真的放進來 對耶 這一版雖然是catex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我有些東西少放進來 喔有耶 喔我直接寫在程式裡面 難怪 我直接把它寫在樣板裡面 好這裡 這就是我用catex的地方 這個程式排版沒有弄好 後面我就會弄好 這時候沒弄好 它是這樣喔 它會轉換 它會用replace這個函數呢 用正規表r4去比對 只要有兩個前字號 刮起來的那個東西 它就會被 附加這個函數 附加這個函數 我就用catex去把它轉 轉過 轉過之後 它就變成 已經轉完的結果 OK 那因為 如果你使用gamebook的數學式常使用 你就會知道說 它有兩種 一種是 兩個前字號後面 就直接跟著數學式 第二種是 那種叫inline 兩個前字號後面跟著數學式 它那個數學式會小小 然後會牽在那個文字的中間 那第二種是 那個前字號兩個字號換行 換行之後再數學式 然後再換行 再前字號 那雖然只差了一個換行 但是 結果它會呈現出那個數學式是字中 而且那個符號比較大 OK 那我這兩個都支援 所以 第一個就是在做有換行 第二個是在做沒換行 OK 這樣看得出來 那於是呢 它就去Render 對什麼Render呢 它會對整個 它是我們剛剛塞進去HTML那個 那個markdown轉出來的內容 會被轉過去 OK 好 這樣子就完成第9個 第9課 那這部分就等一下一起展示 因為我覺得那個編排都沒有編排 這個編排比較好 我早上注意到編排問題 所以從這個轉上面就有把那個 兩個空白的 就是Table轉空白的那個 那個處理掉 那你看這樣程式碼就好看多了 好 這程式碼 然後呢 看它的 Web 等檔案 這裡就有 view.js 我把它 Js剛剛那塊是牽在HTML裡面 我現在把它獨立出來 獨立出來 這個空白也都轉過 看起來好多了 比剛剛好看多了 好 好 那 引用了Cartes Js和Css 這些套件 引用進來 然後呢 嗯 這裡 我們的Render的View Render的View裡面就變得 比較乾淨 乾淨 我現在就全部整理成一個叫RODE函數 那這裡有三個鬍子 你就知道說這個是會填進去的 我的不可的名稱會填在 不可的那個 怎麼講 路徑的那個 譬如說 剛剛那個 markdown 不可markdown markdown.md 對 這個就是markdown 這個就是markdown.md book和file 填進來這裡 然後這邊一樣有剛剛那些parts title 這些東西 一樣 然後 nd 會填在這裡 好 注意喔 這裡是一個 text area 如果你 Html 這個是編輯框 編輯框 那等一下你會看到的結果 就代表它已經可以編輯了 那我們把那個編輯的程式加進去 所以這一版才叫Edit Server 那編輯的程式加進去 先看Server端 Server端你會看到 它已經加入Save功能 存檔 我會接受你丟來的存檔要求 然後呢 我就把它存起來 然後 所以現在不只有剛剛的View功能 還有Save功能 而且在前端有Edit功能 所以可以編輯 可以檢視 可以存檔 一個系統的雏形開始完成 那我們就執行一下這個程式 讓大家看一下到底現在它長什麼樣 你看 少裝一個套件 所以我那個package.json裡面忘記了 那所以npm 這樣的話它會把這個cobody也加到 package.json裡面 那我在家裡的時候可能沒有加這個Save 所以它就沒有更新更改 package.json 那這樣就ok了 再執行一次 那就hason hold3前 好這時候你就再看 有沒有 我從根目錄進來 它會答 欸這裡有個問題 居然沒有出來 等一下 view markdown 不是不是應該 是資料夾的問題 我發現那個資料夾像 我有一些檔案 它就是沒有更新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路徑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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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個 它的 是在user底下 對 等一下 它這裡會有 error message 它說沒有這個檔案 是在user bookmarkdown readme裡面沒有這個檔案 所以我們看一下 user bookmarkdown readme 所以我們看一下 user bookmarkdown readme 這裡檔案少掉了 難怪 我的檔案少掉了 所以我得從舊的先call過來 我可能上傳的時候沒有完全傳到 好 那所以我得把上一版的 上一版的這個資料給抓進來 這個有沒有 這個也沒有 所以連這一版都沒有 那我得到哪一版才有 templary 這版就有 好 所以call這一版過去 所以有一些東西 這個 這個mac 討厭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常常會弄到那個 拷貝 應該 弄到複製 這是拷貝 複製跟拷貝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啊 mac mac 我對這兩個詞的用法實在是很怪 這個 缺檔 缺檔 好 ok 就 就 好啦 兩者介紹 好了 好 ok 現在 哈囉 好 要簽名嗎 簽名 好 我先簽 簽哪裡呢 這裡 好 ok 好 好 重新整理一下 重來 齁 ok 這時候就有了 那你就看到 有前沿 有基本語法 有表格 有數學式 這個是我故意的 你看他的原始碼就知道 因為我要讓他知道數學式的原始碼成怎樣 這個可以再修改一下 如果你 如果你 讓他換行 再把他存檔 ok 他就自充而且比較大有沒有 這個比較長 這個比較短 好 所以剛剛的那個 RX的兩個 都有 正常運作 那現在我們就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 是 Vue 第二個是 Edit 第三個是 Save Save 你真的改的話 對 他就會 有 ok 而且你後端的檔案 也就會真的改掉 剛剛是這個 那 所以後端的這一個 Math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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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端的檔案 真的改掉 ok 好 所以做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一個系統的儲形出來 可是 有一些東西我還沒做 你現在可以看 可以邊可以存 但是 沒有 註冊 基本上這個註冊 我會比較晚在做 因為 除非我要開放給別人用 如果只有我自己用的話 不需要註冊 我直接把我的帳號密碼寫實 寫實 寫實 Login 目前還沒有Login 所以 這個 還沒有Login的話 它是不可以用的 為什麼 因為 別人隨便就可以進來 你裡面 把你的檔案改掉 那還得了 對不對 所以 不需要登錄就可以把你的檔案改掉 那不得了 所以你一定要Login 但是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你做到這裡 只是有一個儲形出來 但是 所有的 安全性 然後 我一條 然後 就是該有的功能 通通都還沒有 第一個 如果你要解決安全性的問題 不能只有Login 還得要加上 HTTPS 否則的話 正在那天 有示範的一個很有趣的東西給我看 對 那就完蛋了 如果沒有HTTPS 就被你看到了 對 好 所以呢 OK 一定要有HTTPS 對 這時候 這時候也知道 有用 那 再來的話 就是 如果你要對外開放 你一定不可能叫 你先寄一封Email給我 我把你的密碼先放到設定檔裡面 你才可以開始用系統 這樣子 太耗人工了 最近前兩天 有一個很重要的科技訊息 就是亞馬遜 Amazon Go 你走進去東西帶著就走了 然後你也不用結帳 現在科技開始變到這樣子 你還耗那麼多人工 人工就是錢 所以 你要盡量不耗人工 可是這裡就衍生一個問題 都不好人工的話 我們以後到底要做什麼工作 你進去帶著就走 然後那個 不用電源 然後 不用結帳人員 那個門市 只要有進貨人員就可以了 亞馬遜 現在那個特斯拉又做自動車 車子送到這邊也自動給你卸貨下載下來 現在只剩下上架要用人 可是亞馬遜好像他在自己的物流中心裡面 他有一套自動上架系統 所以 那個也不用人 那 那 現在這些都不用人了 那到底人 人要做什麼工作 所以那個特斯拉的老闆 尼龍馬斯克就說 不好意思 未來你們沒有任何工作可以做 看起來就是 對 那可能真的沒有工作可以做 那如果你都做到這麼自動化 這個世界到底會是怎樣 會是一個問題 會不會因此而產生一大堆的革命啊 衝突啊 或國際戰爭啊或幹嘛的 沒有人知道了 那戰爭以後也叫機器人去打就好了 機器人打完就結束了 就不用成人 也是一個辦法 那 目前看不出來 到底會怎樣 不過我們現在 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只是寫一個網站 寫一個網站 那 盡量把這個網站寫 好一點 好一點其實也省很多人工啊 你看 我看他們在做那個 現在那個神學大權那一版的 還有一堆人工在做編輯的 另外那個 銀行所的那個 李老師他們那邊的 對 欄位掛不進去 所以要另外開發系統 對 然後呢 編輯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好編的 然後 人力銀行的那一組 目前好像也沒什麼 沒什麼進展 那所以 如果我可以用這樣一個系統 把這些事情都搞定 那這個系統我覺得也夠強大 那又可以當我的網站使用 又可以把Gitbook給換掉 我覺得這樣也夠強大了 我不需要做太強大的系統 不需要Amazon Go那樣子 就是或者是AlphaGo還可以 可以戰勝世界奇往 我不需要做那種事 我只要把這個系統做得很好 那現在我有一個小小的小小的 想真的做 這個大家都只要會寫網站的都做得到 有一個小小的想做的東西 就是你把這個物件式半結構法的東西做好 做好之後它可以適用在很多的領域上面 這是第一個我想做的 第二個我想做的是 如果你寫一個語言 就可以發佈全世界各國的語言 那就開辦了 所以這個東西寫完之後 我就把八級語的翻譯系統套進來 你裡面只要我Pass八級語可以PassGo 它就可以翻成世界各國的八級語版本 語法雖然看起來會怪怪的 但是你經過幾小時的練習之後 你應該可以很輕易地讀懂 每一句話到底是在幹嘛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 雖然Google翻譯已經變強大很多了 但是經過我那天試用LATSHA之後 我覺得還是沒有到那麼完美的境界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八級語還是可以繼續做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讓他翻譯出來 語法絕對精確 語意絕對嚴格 只差你不是你現在所慣用的語法 要經過一些訓練 只要以後看得懂八級語的人來看我的網站 他就會看到你選日文就日文 你選英文就英文 至少要有英文 一開始不會很日文 就會有簡體版體 然後英文 這個會先出來 接下來再加 把字典加上去就好 我只要有日本日文的八級語字典 不是八級語字典 日文的字典設計好 其實日文字典怎麼產生 很簡單 只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對不對 就是 我就把我的那些 英文字或中文詞 我把它丟到Google翻譯 翻出來的那個 就是對照表 日文對照表 然後我就把它丟到八級語裡面 我就得到一個八級語的日文系統 只是我不知道 它到底翻得好不好 正不正確 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就 如果希望讓它變得更好 我就得找人來 會日文的人來幫忙 教證一下那一個字典 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這個多人 那就各國的語言的 你有興趣的 就形成一個八級語社群 都把它這個字典給翻過 你們就可以全世界用這種方式溝通 那就從我的網站開始 這是一個目前的小小夢想 那大概目前做到這些 所以你從這裡應該可以看到一個 系統的開發過程 我覺得很難 就是說很多人很多人 在學網站設計上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你知道每一本書 你看到那個書 它就告訴你JavaSuite 告訴你HTML 告訴你CSS 然後呢 你都要學完之後 最後還是都要在寫小程式 然後一個真正的系統 它給你一個網字系統 那個網字系統 陽春的鑰匙 根本就不能用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一本書就這樣結束了 那你到底要學真正建構一個很完整的系統 你要去哪裡學 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找到一個很好的 真正要學你可以從開放原始碼專案 直接去看人家怎麼寫 然後你才會學到 可是問題是很少人 開放原始碼專案會寫 有時候會寫得越來越複雜 所以你就很不容易直接從一個專案裡面學 學習 所以這次我把它變成30課 這樣子就有一個完整的專案 可以從頭開始學整的開放原始碼 大概是這樣 今天講的夠久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先 為什麼會 我都還沒按它就跳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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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